包下来的洋葱皮不要扔 我们用来养蝴蝶兰 叶片肥厚油量花苞更多 洋葱呢是我们厨房中非常常见的配料 我们呢在使用洋葱的时候 把这个洋葱皮包下来 千万不要把它扔掉 因为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这个养花肥来使用 效果呢也是非常好的 我们把这个洋葱皮收集起来之后 我们呢把这个洋葱皮放入容器中 加水浸置24小时 24小时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水过滤出来了 过滤出来之后我们用这个水直接去喷洒蝴蝶兰的叶片 能让蝴蝶兰的叶片呢 肥厚油亮有光泽 起到一个杀菌这个消毒的一个作用 才能够除虫 我们呢也可以用这个洋葱水直接的去给它灌根 能让蝴蝶兰的根系呢 这个大白根啊呼呼帽长势呢 非常的旺盛 让它的花苞更多 开花呢也更多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洋葱水呢 去喷洒其他的植物都是可以的 能够除虫杀菌 效果都是非常好 能让这个植株的花朵更加的鲜艳 能起到这个生根的这么一个作用 喜欢的花友呢可以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我还有一个回応 我请你做什么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